好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的政府官员 为了遏止炒作农地 虽农会推动修法促进农地农用 但没有想到带头违法的竟然是农委会副主委沙志一 变加投诉说在宜兰拥有这一栋豪华农舍 外头有围墙 里头还有水池跟庭园造景 从外观看起来就好像是独栋别墅 也难怪遭到网友讥讽说 是伟大违规农舍的领头羊 有着白色外墙的这栋建筑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别墅 其实是坐落在宜兰原山的豪华农舍 有民众爆料 拥有者就是现任的农委会副主委沙志一 从外观看起来这建筑是栋三层楼建筑 里头还有地下室 四周还有围墙环绕 里头有水池 庭园造景 统统都有 甚至还有一小块菜园 远看就像是栋别墅 其实是占地400平的豪华农舍 也难怪有网友讥讽是伟大违规农舍的领头羊 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其实还要进一步去把他的过去的使用执照 还有他有没有申请相关的农业设施 那要调出来才会比较明确的确认 水保区就会按照程序 那因为会通知到县市政府 那他们要来查 那我们该要做什么改正的动作 我们会配合他一起来做 分出相关法条依据农业用地兴建农舍办法 农舍兴建包含围墙只能占农地的十分之一 其他十分之九都需要农地农用 不然就是属于违建 依法最高可以开发30万 而且限期改善 不然就会连续处罚断水弹电 而这栋建筑究竟是不是违建 宜兰县政府说会派员前往稽查 不过政治政府遏止炒作农地之际 农会副主委却爆出农者非农用 大连政府 记者李建和教国锋陈玉玲 宜兰台北综合报道